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粉卫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平经济,反网暴 好,今节我们就讲一下 一个国家 其实不单止这个国家,它周围的国家都是这样 不过这个国家 算是在欧盟的东翼 是几典型国家 就是波兰 波兰 亦都自称为 是这个挺乌抗俄第一国 但是 他们的民众 亦都在制裁俄罗斯的情况下 一直觉得不是那么好 我们之前说过 有些民众 就网上订购煤炭 结果就买了一些染了黑色的石头 血本无归 有些人 就去到轮角那里 去买煤炭 等几天 其实现在很多波兰人 为了令到自己的冬天 不用捱冬 他们将希望就是寄于 这个 其实 都是有害的 东西 就是 渴煤 渴煤 Bronco 当然 是越来越多 东欧人要用 因为 东欧的经济实力比较差 随着整个欧盟的能源危机 越演越烈 波兰人亦都开始大量购买渴煤 其实以前 买这些 渴煤的人 一般来说就是波兰 最 贫困的阶层 但现在 所有人都抢购 包括中产 虽然 这种煤 因为它是 有超出标准的流 所以 会导致 严重的污染 甚至 是会破坏 新式家居的 供暖系统 当然 这些都是小事 最大事 是会影响身体健康的 政府因为担心 资源不足 就导致 社会动荡 民怨沸腾 所以 是 放开了这个 取暖煤的品质 即是 将 Standard 降低了 但是 这个举动 其实 就等于 将制裁俄罗斯的 很多代价 转嫁到 民众身上 不单止是钱 更加是 健康的代价 我们看到 现在大量的波兰人 就是买这种汗煤 为他们家里供卵 但是 当你 是 用这种东西作为燃料的时候 其实对身体都有害 从扩山开始 出售汗煤以来 以前不可以直接卖给民众 现在是可以 因为波兰政府真的无法选择 10天内 已经有 7.5吨 原材料被订购了 这种汗煤 是比常规的煤炭 的效能 是低 3倍 但是污染更加劲 亦都被称为 世界上最污租的 石化燃料之一 它的 流的含量 是达到1.5% 但是 现在 没办法了 波兰政府 依然 是将 这些叫做燃料煤的质素 的标准 是降低 因为 亦只有这样 只有这些 是 是民众可以买得起 没得搞 没得选 其实都很心痛不疑 这个 他们超标的数值 是比标准高1.2% 我知道污染度 不单只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最大事 是如果大家 用这种煤 如果你不保持一定通风 就很容易 自己都会离开人世 因为对身体有害 而且这种汗煤 不可以在新一代家用的供卵系统当中使用 它很容易 是破坏 熔炉 导致发生故障 甚至 有大事件出来的 所以 一些 供卵系统公司 已经是发了声明 如果你贪便宜 买汗煤 令到你的供卵系统 受到任何损失 或者是 破坏 对不起 一概不负责任 就算 你之前 因为有些是买了 保险 或者是 一些保收期 就买 延长 对不对 原来 只要你用汗煤 对不起 你的产品保收期 是自动失效的 当然 就是 叫民众 你买便宜的 自己 承担这个风险 但是 虽然 存在着 那么大的安全 和污染问题 但是 购买 国媒的波兰民众 依然 是很多很多 乐意不绝 过去是最底层的人士才会买这些东西 现在所有人都要买了 我们看到 两个出售这种 煤炭的 厂商 他们 这个叫做 热线电话 一直 波兰媒体打电话 就是 一直没人听电话 因为 实在太好买了 个个打电话 去订货 或者咨询 我们知道 其实波兰政府之所以 是这样 叫做 开放所有 可能购买燃料的途径 主要是因为 担心 社会出现危机 和民怨 即即下 就会推翻这个政权 这个时候 渴媒这种这么劣质的燃料 它再多缺陷 其实 我们之前说的那一集 好像在匈牙利 匈牙利和波兰本来都好朋友 因为这个俄罗斯的问题 大家就 反了面 匈牙利 连足球鞋都当燃料 这个更加麻烦 当然 他们 用渴媒做燃料 总比 塑料 和纸 这些东西作燃料 塑料更麻烦 更麻烦 我担心 塑料可能你 要找救护车 波兰政府 其实 就是害怕民众 如果是熬涨的话 就会民怨沸腾 于是 就开放 取暖用煤的 这些 品质的限制 开放了 亦都是 有些官员就 帮 渴媒来洗白 并且 将所有 要承担的后果和法律责任 都推给民众 用内地的术语就是 我们看到 波兰是欧盟 之内 煤炭发电大国 80%的电力 是来自煤炭 超过380万户 家庭依赖煤炭 自从俄乌战争 以来波兰 最积极 去挺乌抗俄 他们 就是 首批 禁止俄罗斯煤炭的国家 波兰国内的煤炭生产 其实 不够民众过冬 之前就有俄罗斯 但是 禁止了嘛 制裁嘛 近期我们都说过 波兰的 民众就去 轮角捷克买煤炭 不过 那些人的事 骗子就利用大家心急的心情 就将这些石头 染了黑色 真是 好心酸 还要被人骗一阵 已经够穷了 还要被人骗 但是看到 今次 美国 可能看到波兰 如果他们 禁止 政权 被人陷动了 可能没人支持 乌克兰 因为他们 号称 反俄挺污第一国 美国 昨天 宣布一样 原来 美国将为波兰 建设6座 核电机组 总值 亦有400亿美金 不过 这些大型基建 当然是几年后才能做到 是吗 也是好消息的 也是 波兰全国的供电 刚才也说过 很多是来自 煤炭 波兰 是个无核国家 无核电 但是 这个都不是他们想 他们希望 2050年的时候 能源可以转型 现在 机会来了 波兰 以美国为首的几个核电集团 都争取 为波兰 兴建 核电站 波兰的目标 就是在未来 几年建造 6座核电机组 已经收到 美国西屋公司 以及 南韩水电及核能公司 还有法国电力公司 以及欧洲压水式公司的报价 当然看到 最后波兰媒体就觉得 美国是会得到 这个 建设的合同 美国对这 这么大的合同 似乎更加积极 因为波兰副总理 薩辛 和气候部长 莫斯科亚 近日去了华盛档 而且 和美国的能源部长 格兰霍姆 进行了会谈 薩辛 作为波兰副总理 他就说 这场 会议 很重要的 对于 核电建设 具体的看法 大家都交换了意见 对于政府 决定合作伙伴的选择 很有帮助 他说 合作伙伴的言外之意 就是选择了美国的 细育集团 他也说 巨大的能源危机 影响着我们波兰人 意味着 波兰人 一定要迅速做出决定 建设新的 清洁的 廉价的 可靠的 能源供应 核 就是现在的一个选择 他也说 这场会议 不在于是选不选择核 而是 澄清一些剩余的细节 即是一定选 其实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波兰政府宣布 为了 减低对 煤炭的依赖 将会在 2040年之前 现在还有18年 就要完成六座大型的 压水式反应楼 总容量大概 是6到9 10亿瓦 根据时间表 波兰第一座 机组是什么时候开工 到有排四年之后 2026年 装置容量是 1.60亿瓦 当然 要建设多久呢 26年就开工 要到33年才正式 运行 也有七年 因为他有了第一个 机组 每两到三年 就会完工 因为他有了第一个基础 就容易一些 选择的地点 当然 就是 一些沿海的地方 另外有个地方 也是很大事的 缺能 就是乌克兰 亦是波兰的轮角 乌克兰的副总理 他们 还直接 他 居然说 各位乌克兰人 如果你逃离乌克兰 就在外国过冬 明年春天再回来 参与重建 言下之意是否可以 明年结束俄欧战争 当然他们觉得明年夏天可以 已经不能够保证 冬天能够攻暖 其实 你说这样是不是 你看到好像放弃了那批人 但也是个无奈选择 根深地说 难道真的有他们冷 因为现在 乌克兰是没有了40%的电力 因为俄军不断轰拒 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 受到很大影响 没错 在乌克兰 国有能源 巨企 其实 都已经是 同 全乌克兰的民众说 今年的冬天 会是 乌克兰历史上最糟糕的冬天 乌克兰政府 就要求在外国的东民 暂时就不要回乌克兰过冬 其实 都是 无奈之选 你说了这句会不会更加多 原本留在乌克兰 没信心走 一定会的 现在每天都在走 包括去波兰 原来 乌克兰副总理 这位女士 就是 韦列修克 在全国电视讲话当中呼吁 就说 他知道乌克兰人 都是向外逃跑 不过敦促乌克兰人 到冬天再回来 就帮助国家重建 而且他说重建的地方 是四个公投区 究竟是不是能拿回来 我相信如果他出尽力 可能会拿回一些 你说四个拿回来 因为他有些地方 好像在巴士 他很近俄罗斯 他肯定 他会不会 不是他肯定 他会不会为了那里 是死一搏 有机会的 他说 这位女的副总理 他就说 我们的小孩必须在这里生活和学习 但是 现在我们先忍耐一下 因为我们本国知道 环境 正在恶化 我们一定要熬过这个冬天 事后 再考虑其他事情 目前 乌克兰就面临电力和供暖不足的问题 10月10日 因为这个俄军就大量向乌克兰的基建去打击 当然 外界就估计 是为了 报复 这个克里米亚大桥的波罗事件 俄军就认为 因为你们乌克兰的特工部门 策略出这次大事件 以及记得 之后 那两个俄罗斯的恶搞人士 哎呀 又是 玩这个富列巴 这个 乌克兰外长 是不是你们做的 他认识了和供暖托出 是我们做的 哎呀 我只是说 为什么这么流 那说句老实话 你战争状态是否应该小心一点 还有以前 喂 前车之隔 很多人乱过鞭代铃 前英国内政大臣 还有 现在的国防大臣 英国国防大臣 是华里士 还有哈里王子 还有 哈里波特的作者 都是哪个东西的时候 你是明白吗 对 乌克兰总统扎尼斯基就说 俄军已经摧毁了乌克兰 40%的发电厂 所以乌克兰现在 在进行每天最少4个小时的轮流停电 当然 他们 是 讲明时间的 不同 蔡政府 台湾地区是突然之间 无预警停电 他们有个APP 他们有个APP跟你说 还有有广播跟你说是什么时候停的 其实 都算是负责任的 相对于蔡英文来说 算是很多 目前 在今年 秋冬 就被乌克兰制造了 这个 电力和供暖麻烦 当然 现在没办法 更多的乌克兰人 是迁移到欧盟其他国家 或者其他非欧盟国家都有 当然 刚才我们说过 乌克兰 是 会面临历史上最糟糕的冬天 在过去两个星期 发生能源危机 的时候 其实 大家觉得 还有其他东西可以顶一顶 其实顶不到 现在 现在需要是什么 就是移动的电源 蜡烛 还有 煤气炉 还有小暖包 其实中国这些东西 在乌克兰应该是 挺好买的 我们也说过了 又说脱钩 结果 波兰也有很多人帮中国买东西 买那些 取暖八大件 我们之前说过 或者取暖八件套 还有立陶宛 哎呀 说到和中国大陆 顶到坎一坎结果 你不一样买 我们看到 出现能源危机的 不单是乌克兰 其他的欧盟国家 好像现在我们说的波兰 也是 很多民众都是不满的 在德国有示威 罗马尼亚有示威 保加利亚有示威 甚至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都更加麻烦 因为他 比较贫困一些 还有就是奥地利也有 比利时也有 其实可以顶得多久 真的没人知道 当然 亦有人 说乌克兰 为什么 不立即谈判 扎尼斯说过不谈 他说明不谈判 你也逼不了他的 他们是国家领导人 对不对 当然 我们知道 除了煤炭之外 波兰 和斯洛伐哈 匈牙利 的民众 除了煤炭之外 木材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冬用品 非常重要 当然 很多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 在他们有地方接药 塔特拉山的山脚下 採集了大量木材过冬 其实 连 这个城市的市长也盖探 我们所在的这个小城市的取暖方式 以及污染问题 已经倒退了50年 突然之间 大家都觉得 为什么 那么多霧霾 亦看回欧洲 环境署的一份最新报告也说 欧盟国家 空气污染每年就导致 46.7万人 过早离开世界 每10个城市就有9个城市的民众 都是吸引不新鲜的空气 不好的空气 但是 也事 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因为 也是那句 你制裁人亦等于制裁自己 当然了 做领导人他当然是没事 不过这么说 如果民众太过愤怒 可能 都是污煞不保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